來 請附身站在我們中間 踢臉位置 先給媒體大高牌鼓掌 有 來 好 那我們視線看右手邊 好 那再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的媒體 中間再一次 中間 這邊嗎 好 謝謝 來 加這邊 好 右邊的媒體 再鼓掌一下 右邊 左手邊的媒體 左手邊的媒體 好 點夾愛心 點夾愛心 可以嗎 大哥們 可以嗎 這邊的動作的動作 就組成永恆 好 中間 愛心中間 我已經動作幾個動作了 沒關係喔 怎麼動作 點夾愛心 最感動的片刻組成永恆 每一個片刻都真的很感動 然後都是我心目中想像 然後想像的畫面 一一完成我真的是心滿意足 跟光翰的互動 跟光翰的互動 你說Talking的互動嗎 我覺得那樣的安排是最棒的耶 因為他很難得唱歌 所以我覺得把所有的重點 都放在我們兩個人合唱上面 我覺得是最最最好的 因為我自己在練團室 聽到耳機裡面聽到光翰的聲音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真的耶 為什麼有人可以長得好看 唱歌又可以這麼好聽 真的跟CD一樣好聽 音質很好聽 所以我就覺得我希望 所有的歌迷朋友 跟全世界都可以 跟我一樣幸福 可以仔仔細細 安靜的聆聽他的聲音 是一個牽手之後 大家會覺得你們好嗎 我們很搭 對啊 我百搭 不覺得我跟五個嘉賓都很搭嗎 看著光翰的臉就是這樣子 像欣賞一個上天美好的作品這樣 沒有害羞的感覺 對 它是妳的菜嗎 它是我的菜嗎 它是大家的菜 我們都喜歡這道好菜 那練團的時候 兩個人有沒有什麼趣事 有趣的 我們這些少女都很關心光翰喔 那我姐妹的夫婦 會不會到現在還是很難忘 會啊 當然很難忘 因為那個畫面實在是太美了 然後就是三加一嘛 加一個小妖國 我覺得真的是 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可思議這樣 所以有時候 那是一開始就答應 因為她快生了 對 她在三月份 我們一拿到場地 我想要有嘉賓的時候 我就立刻詢問她 那她當時的預產期 好像是在三月 因為預產期好像會一直有所變動 會越來隨著身體的狀況 那那個時候三月份的時候 她的預產期還是在九月多 快九月底吧 可能我們還在猜 可能小妖國會不會是處女座呢 什麼的 所以我就詢問她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懷孕過 我不知道就是預產期的前一兩個月 有沒有辦法站上舞台 那她結果也沒有懷孕過 所以她就說 她覺得可以 她們兩個也很支持 也非常的期待這樣 那果然因為她的狀態很好 然後可能小妖國也很 有大將之風吧 所以就是上台的整個狀況都很OK 所以我三月份就提早詢問她們 然後她們都很夠意思的 把時間留下給我 非常的謝謝她們 最近還可以看到三人的問題嗎 接下來 這個已經是老問題了 對 她昨天結束之後群組 有我們就請留些什麼訊息吧 你們三個人 有啊 我們就有訊息 然後Selena就說 她那個肚子還很亢奮 自己的心情也很亢奮 所以我有點 熬夜到天亮才睡得著這樣 就大家都很興奮 因為前一天我們互相 也有在群組聊天 就說都是興奮的睡不著 就那個新傳奇的 新傳奇沒有進度 已經給你們新單曲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